今年由台湾魏德胜导演领军的2018台湾电影北美巡回 首战就是在洛杉矶举行 活动当中将会放映导演魏德胜编导的卡诺 还有导演宋新颖编导的卡通动画片幸福路上 这次精心策划的影展为期两天 UTUF TGCCLA联合举办 导演魏德胜编导的卡诺将于9月14号晚间7点 在当场Independent的剧院播出 导演宋新颖编导的卡通动画片幸福路上 将于9月15号下午2点 在University of the West放映中心隆重节目 届时将吸引许多电影爱好者 台湾文化支持者以及各地的大学生前来观映 UTUF在08年的时候办了落成第一届台湾影展 闭幕影片就是魏德胜的海角7号 那一次就TUF跟魏导演就建立了这个合作的关系 魏导演自己从几年前开始有一个构想 就是每两年选一个台湾好的影片到北美来巡回演出 那TUF知道了也就觉得说我们义不容辞 应该在这边配合他 所以就我们就接下了这一次的这个洛杉矶首站的工作 这个是TUF在回来跟魏导合作的第一年 我们是希望跟魏导商量一下 也许从每两年变成每一年 中间这一年不一定是所有的城市 不一定所有北美14个城市都放 说不定只有五个城市有兴趣 那也无所谓 那我就希望是把这个变成一个固定性的 也不只是说也今年可能TUF办 明年可能哪一个 我们尽量就找多找几个团体 大家一起来办 把这个固定下来 每一年大家有一个期待 就是说今年一定会有一部台湾的好片子过来 这次巡演的两部影片在台湾都有着良好的口碑 幸福路上打败了58国731件作品 勇夺东京国际动画大奖 本片就是台湾女生成长过程的写照 而描述台湾日志时期 嘉义农林棒球队的台湾电影Cano 是台湾的高票房电影 曾是2014年全台票房的第三名 创下了三亿票房 本片是不可多得的人生励志电影 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家人来观看 关于购票信息 您可以登陆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的官网进行了解 中间频道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